哈囉 藝店員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現在的時間已經是下班之後的時間了 然後隔了一段時間 沒有到我的果園來看看 結果呢 我昨天來看了之後 我發現 哇 好可惜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在來得及的時候 來做做看這一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畫面當中的這一顆 就是我們原子裡面的一顆 黃金果 你現在可以看一下 真的是超可惜 那這一顆的黃金果 當初是有嫁接 就是買了苗 可是在嫁接處 因為那個接稅已經 枯死掉之後 現在有可能出來的這個是死生苗 結果它還是有來果 那在前兩年陸續來的果之後 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而且數量很少 數量很少 數量很少 那今年 想不到耶 開始 來了果實的數量變多 而且果實慢慢變大 當然 這跟市售的那一種果實比起來還是小很多 但是 有果實 而且會成熟 這對我來說 它就有它的價值 所以 我今天 自己一個人 趕緊利用下班時間就衝過來 我要來搶救這一顆的黃金果的果實 第一個 我想做的事情 就是先將這一些已經成熟 然後果蠅叮咬或是蟲咬等等之類的先拿掉 然後之後 將這些 還在樹上的綠色的果實 就開始用套袋 那我今天打算用的袋子 就是我套巴勒 套巴勒的袋子 那因為自己一個人 操作 所以等一下操作的過程 我要停下來 就沒有辦法紀錄 那等操作完了再來紀錄 那我現在看到這些綠色果子 也有果蠅在叮咬 所以我不知道來得及來不及 但是不管 我就是要做做看 好 那 先暫停紀錄 我要開始工作囉 哈囉 各位醫店員好朋友 大家 傍晚好 喔 經過 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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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的時間來整理 這一個 這一個 我們的 黃金果 我終於將這黃金果套袋 套得差不多了 然後 這一顆實際上它果實的大小 當然 如果以經濟待重的話 這一顆 我覺得沒有經濟待重的那一種 資格跟價值 但是對我來說 原子裡面的黃金果 每一年的結果 就是我觀察的對象 所以 將一些沒有套袋的 已經是黃的 那就把它摘掉之後 我就陸續的將所有的 果實 還綠色的套袋 那有一些綠色的果實上面有 果銀叮咬的時候它會留一點膠 黏黏的 我會把它剔除掉 那現在樹上的這一些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沒有那個 流膠 理論上應該是比較不會被叮到 然後 現在樹上還有一些小果 像這樣子一些小果 一些小果實 那這些小果實 陸續都還在生 那現在時間大概7月20號 是7月 所以 我也不知道 那邊有一顆沒有套到 沒關係 改天再處理 然後 現在就是 已經是 快天黑了 那我 利用了兩天的時間 把我想做的事情完成了 純粹就是紀錄 那我是圓頂老哥 因為一段時間 果園裡面的照顧 實際上 真的是在跟時間帶跑 有些時候果樹植栽 它到了 開花結果期 但是 我們沒有花時間去管理的話 那這些果樹植栽 結了果實 常常就是會浪費掉 覺得有點可惜 所以 就決定 趕緊利用下班的時間 過來加班 趕工 OK 那 自己一個人 在園子裡面的紀錄 然後天黑了 我要回家了 我們就這樣子 然後 就是 一顆 就是 果品 不太合格的 黃金果 但是 今年掛了蠻多果實 果實也慢慢的變大了 從去年的乒乓球 到今年應該進階 有一些可能有那一種 少磅C-Low的大橋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看它會繼續生出什麼樣的果實 好 簡單的紀錄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